今日台版MeToo聖蘇事件繼續發酵 台灣主持人王子皎被爆出聖蘇擾17歲網紅而公開道歉 並攬炒色點名大爆 圈中多位藝人的重磅醜聞 情緒不穩的他自殘 其後緊急入院 雖沒有生命危險 但一度要進入ICU病房 不過聖傳他復原神速 已經秘密出院 受害人在爆大獲之王子皎要求他存拿和假公仔拍攝性愛照片 後來藍方竟然直接將自己的衣服脫掉 要求他扶起他的身積器官 還做出裝甜的動作 元少後王子皎給了2000元新台幣 因為今次的醜聞他的形象徹底破產 有傳他將要面臨過億的違約賠償金 在20日再有兩個藝人管入聖蘇事件 台灣名嘴主持徐乃倫成為嫌疑人之一 有陳任中藝節目撰寫劇本的女工作人員 在網上大爆曾經在台灣錄倒浸溫泉時 被徐勝主持人摸大腿 即使其後女方換了位置 都依然走到他身邊繼續撫摸 徐乃倫對於指控加以否認 更表示這一世只是30多年前去過錄倒一次 另外有無特兒影射指 租台灣搞笑藝人Lolo初空和扯底褲 Lolo就指對於各位女士全無印象 其後再有網紅發聲指 Joanne哥大道公司暗處 同樣都是初空和摸團腿 甚至對方開車時偷襲自己底褲 停紅綠燈時還心理嘴自己 但面對第二位受害人現身 Lolo暫時未有回應 勝訴風波越演越烈 女星徐堂就MeToo發表個人潛見 直批性訴加害者就好似下水到蟑螂